乾隆季后人选大比拼究竟会滑落谁家 复查皇后去世以后六宫之主的位置空了出来 虽然此时有贤贵妃 陈贵妃 家妃 于妃 淑嫔 令嫔嫔 七名主位嫔妃可供选择 但真正有实力支撑她们成为皇后的却不多 这种实力是需要用金钱和权势来衡量的 第一位 陈贵妃 苏氏 家中五官无疾 很难有前权 只知道她是苏章男的女儿 如果是有钱人家或有个一官半职的 不会拼点记载都没有 但陈贵妃除了她父亲的名字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见陈贵妃的家世可能只是平民出身 与有钱有权沾不上边 第二位 怡嫔 百世 她出身于江南殷石的汉族人家 家中还有九名仆人 刚入宫时只是贵人 但因美貌和受宠 进封为嫔 四年 杨家人沾了怡嫔的光 奉旨入旗 一大家子就被安置在了京城 但也多半都是靠百事过火 并没有具体的官职 这样的家世可能有点小钱 但与权力也不沾边 第三和第四的两位妃嫔 虽说父兄有关有吉 但无足轻重 不会很有钱 也无实权 家妃 金家世父亲金三宝 是三品的上司怨亲 表面上官级不低 但却只是宫里管马喂马的 他的哥哥金简是内务府笔贴士 职位也很低 这样的官职若没有实际的权力 品级再高都无济于事 只是听着好听罢了 于非科里叶特士 父亲是武品的原外郎 官级也很低 第五位令萍魏家士 他出身于满洲正皇级的包衣管领世家 总父武士仪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父亲魏清泰是内务府总管 虽然都是给皇家打工 但他们却跟品级丝毫不沾边 身份只比平民高显 属于吃不饱饿不死那一族 而权力也只是帮皇家管管家务 就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后勤部门 贤贵妃纳拉氏出身满洲湘兰旗 父亲纳尔布是正四品的左领 而淑贫叶赫纳拉氏出身满洲正皇旗 是侍郎纳兰永兽的女儿 是康熙朝的重臣纳兰明珠的尊孙女儿 不难看出与上述五位比起来 这两位的家世是最好的 有钱又有权 但贤贵妃为啥更胜一筹呢 如意实力教学 讨好婆婆有多重要 复查皇后去世后的第五个月 贤贵妃乌拉纳拉氏 就被皇太后指定为皇后人选 她明明不受乾隆宠爱 为何能从其他主位妃嫔中脱颖而出呢 一个原因是太后一旨 复查皇后去世后 乾隆的生母纽姑鲁士 为了尽快让她从悲痛中走出 决定尽快为儿子物色一位皇后 太后将选择重点 放在了七名主位妃嫔身上 经过反复的比较权衡 选中了贤贵妃 但乾隆对此却很冷淡 并借骨拖延 致使太后颁布一旨 催促乾隆 策立贤贵妃为皇后 有孝心的乾隆 不愿违逆母后 这才昭告天下 说因为复查皇后丧欺未满 只是册封为皇贵妃 并设六宫室 两年后正式册封为皇后 可是在如意转中 封如意为皇后是乾隆的意思 清英与弘历是青梅竹马 两脚无猜 后来成为了弘历的侧附近 在乾隆继位以后成为了贤贵妃 乾隆一直对如意情根深重 乾隆不顾太后的反对 执意要立如意为后 碍于太后和已逝的复查皇后 先册封为皇贵妃 并设六宫室后 才封后 再从民族来看 皇后都是满族或蒙古族 这样一来 汉族的陈贵妃 令嫔嫔 以及外族的嘉妃 就都被贴出了局 嫔嫔母亲虽然被台旗 表面上入了满洲正皇旗 但根子里面还是汉族 从出生来看外族的嘉妃 家族虽然早已编进了八旗 但只是正皇旗的包衣 于飞虽是蒙古族 但她的父亲只是五品的原外郎 官级太低 虽然她很得乾隆宠爱 所生的皇子永齐 曾让乾隆着力培养 甚至被秘密立为了皇储 但因她不争不抢的性格 加上儿子的早逝 使她很快就被忽略 从自立来看 七位候选人中 通过民族出征的考量 已有五位出局 就只剩下贤贵妃和淑贫了 贤贵妃是翻底旧人 淑贫是乾隆登记后才进宫的 淑贫的资历比贤贵妃短了 整整七年 要压得住后宫的局面 还得资历深 有个性的 贤贵妃个性倔强 家族优势明显 使雍正帝特意指给红利的 备选正期 这些正是她成为季后的重要原因 但倔强的个性 不仅使她不受乾隆特别喜爱 还成为她最后 断发失宠失权的原因之一 不得宠的妃嫔 成为了皇后 她在宫中生活会有多煎熬 不要靠近乾隆 会变得不幸 这些妃子靠宠爱打怪升级 为何最后却跌落谷底 淑贫 令贫 怡贫 全是凭宠爱寄生 得宠就一定是好事吗 绿铜牌七倍翻掉的淑贫 淑贫在乾隆六年 经八起选秀进宫时 十三岁的她就直接被封为贵人 仅六天后就被晋升为淑贫 可见乾隆对她是喜爱至极 乾隆总爱翻她的牌子 甚至把她的绿铜牌都翻掉漆 换了几次 每次出巡都要带着她 乾隆十四年 淑贫晋升为淑贫 两年后 二十四岁的淑贫 生下了皇十子 可三年后就夭折了 乾隆四十二年 四十九岁的她 因病去世 后入葬清东陵 玉陵非元寝 她得以善终 算是人生圆满了 但是在如意传中 淑贫因为得知了自己 不能怀孕的真相 自己错付了 对乾隆的一片痴心 自己在乾隆的算计中 过了一辈子 自己受不了孩子去世的事实 自尽而亡 生下未来太子的令贫 在她进宫后的头三年 她虽然未生子女 但却从贵人生到了飞 其升迁的速度可是创了清朝纪录 可见是多么的得宠 自乾隆二十一年后 她几乎每年都有生育 先后生了四子二女 是为乾隆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妃 也成为清朝后妃中 屈指可数的高龄产妇 她还很会生 生出了后来的嘉庆皇帝 六年后再次晋升为令皇贵妃 并被赋予了执掌后宫的大权 能在晋后 乌拉纳拉市被幽禁后掌管后宫 可见圣宠不衰 她去世时被追封为令义皇贵妃 在令永远为太子时 又被追封为孝仪皇后 在如意传中 令皇贵妃是做的坏事被揭露 从而被乾隆日日灌喝 汛酷汤 在永远要继位时 才为她喝下了毒药 带给一家人荣宠的仪品 以貌美被送给乾隆 虽是汉族女子 莫立月吉被封为贵人 可见恨得圣心 过生日时得到皇帝赏赐 赢得了宠爱 仅仅过了两年 就被封为怡贫 以示荣宠至极 乾隆七年 为了抬高她的身份 乾隆班旨 让她的娘家入旗 并接到京城居住 赏赐了土地 房屋和钱梁 兄弟入室为官 但这份宠爱没能持续 没有子嗣 也没再晋升 乾隆二十二年 三十七岁的她 在宫中病逝 在延禧攻略中 她是被高贵妃当众羞辱 从而自尽而死 虽有宠爱 但是每个人的结局 都很凄惨 心中始终有 复查是皇后影子的乾隆 纵有家里三千 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挚爱 所以不要靠近皇宫 那是个痴人的地方